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其实虎年来讲的话呢 笑吐的朋友呢特别容易出轨 为什么呢 因为你命宫中有这个闲持桃花 闲持桃花代表雾水情妍就是短暂性的恋情 假设你已经是结婚了是有伴侣来讲的话呢 要小心一点哦 因为呢这个所谓就是出轨的现象咯 那简单来讲呢就是笑龙的朋友了 因为笑龙的朋友呢 今年在命宫中有这个天库 天库呢就是情绪不稳定 时常喜欢哭泣 假如你喜欢看韩剧的话 尤其是那些悲情的韩剧来讲的话呢 今年呢就是可免则免了 否则来讲的话 身旁的伴侣呢就可能不懂得怎么样去复习你咯 简单来讲呢就是笑蛇的朋友呢 其实在虎年呢特别的健忘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你的命宫中有这个望神 望神呢就代表这是逮逃花 是我们讲的带这个身份证啊 或者是银行卡出去来讲的话呢 要特别记住 保管自己的财务咯 可能搞不好呢就是不小心遗失 那么其实呢 恭喜笑马的朋友了 笑马的朋友呢 其实在虎年呢 特别容易升光发财 因为那你是属于命宫中的第一 无论是在事业方面来讲 或者是我们讲的财运方面来讲的话呢 都有相当多的急性照耀着你 所以笑马的朋友呢 今年呢 多一点加油 把握机会 那这个呢 就要恭喜笑羊的朋友了 笑羊的朋友呢 其实在虎年呢 叫做天喜桃花的一年 喜的意思就是我们讲的意外之财 虽然呢 如果你本身呢 有这个我们讲的过年期间呢 赌博啊 打麻将来讲的话呢 可能呢 你就特别容易有这个横财 但是还是要记得哦 小赌为一哦 开心就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笑猴的朋友了 笑猴的朋友呢 其实在虎年呢 叫做义马 那么这个义马心呢 进入你的命宫中 就代表这个笑猴的朋友呢 在虎年呢 多跑都可以在这个旅途当中呢 认识到你的贵人 所以呢 笑猴的朋友 假设你的工作薪资 是要时常出外见顾客的话呢 那么你可能就是笑猴当中呢 运气特别好的 容易见到你的贵人哦 那个就是属于笑猴的朋友了 怎么说呢 其实笑猴的朋友呢 在虎年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命宫中有个爆败 爆败代表就是说突发的这个意外 所以如果你本身呢 很喜欢运动来讲的话呢 特别想要在你的女朋友或是男朋友的面前呢 呈现出你自己漂亮的身材的话呢 可能你就是狂运动啊 做一些激烈的运动 而不懂得停止来讲的话呢 这个离劲呢 可能就会造成脑中风 或者是暴毙的事情发生 所以千万不要赖你去咯 那么呢 这个就是笑狗的朋友了 那么笑狗的朋友呢 其实在虎年呢 三合太岁的 三合太岁代表今年呢 你认识到朋友呢 是相当的多的 但是很可惜的 就是说命宫中呢 今年呢 集星并不是很多 所以呢 认识到朋友呢 未必是真正的朋友 所以呢 还是建议笑狗的朋友呢 在虎年呢 记得戴清楚你的眼镜 看清楚身旁的每一个人 因为你今年的命宫中很多是非星 所以你认识到的朋友 可能就是你的这个所谓的小人咯 那这个就是笑狗的朋友了 笑狗的朋友呢 其实在虎年呢 叫做福星告照的一年 如果你本身呢 想要催旺这个所谓的吉星 包括这个天德 富德 跟富星来讲的话呢 多做善事呢 反而呢 可以有利于增强你的运势 简单的来说 就不妨在这个初一时五呢 吃瞻或者是不思 可以呢 让你的旺上加旺咯 那么在虎年来讲的话 那么笑狗的朋友呢 可能就要多点吃这个定心丸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命宫中有这个天狗 天狗呢 代表突发的这个意外 比方说 可能你出国旅行来讲的话呢 各个人的行李都拿得到 只有你的行李不见 或者是你出外的时候呢 特别遇到这个小偷光顾 所以呢 今年呢 笑狗的朋友呢 记得要多点吃这个定心环 简单来说 虎年对来讲 可能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哦 那么其实呢 笑狗的朋友呢 在虎年来讲的话 运气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很可惜的 今年命宫中呢 有这个病腹 病腹呢 代表容易有这个病痛 所以呢 笑狗的朋友呢 建议你来讲的话呢 不妨在新年期间呢 做这个身体检查 记得千万不要太过癌 也不要太过逞强 因为今年的你的话呢 只要呢 生活定型 注意这个饮食习惯来讲的话呢 其实病腹还是会远离你的咯